逆袭的巴林女配 李月穿越了成了巴林女配重申了中纳未倒霉的堂妹林小月 书中的林小月原本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 嫁给青梅竹马的李建华与她携手创业成为了富甲义方的商人 然而堂姐林小霞重申后第一件事就是夺走了她的幸福 嫁给了李建华让林小月成为众人谈资的笑柄 一意外穿越 李月从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张老式的墓床上 四周是简陋的房间 墙上贴着巴林年代流行的话报 她愣了一会儿 才意识到自己穿越了 而且穿成了巴林女配重申了中的林小月 她心中既精且喜 精的是命运被改写 喜的是她知道剧情 这是她翻盘的好机会 二重申的挑战 林小霞重申后 凭借先知先觉 一步步夺取林小月的幸福 她首先以重申的优势 讨好李建华 并挑拨离间 让李建华逐渐远离林小月 林小月回忆着小说中的情节 决定主动出籍 不让命运重演 她开始积极参与村里的集体活动 展示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赢得了乡亲们的赞誉和支持 她利用现代知识 帮助村民们改善农业生产 提高了大家的生活水平 三 与李建华的相处 林小月知道 李建华是她命运中的关键人物 她并没有直接对李建华表白 而是选择以朋友的身份接近她 逐步改变她的印象 她了解李建华的喜好和特长 主动与她分享自己的想法和见解 并在农忙时节与她一起劳作 默默支持她的工作 一次 李建华生病 林小月不顾劳累 日夜照顾她 这让李建华深受感动 她开始重新审视林小月 发现她的温柔和善良远超自己想象 四 商业计划的启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 林小月逐渐赢得了李建华的信任和好感 她利用现代知识 提出了一个创业计划 在村里建立一个小型食品加工厂 专门生产农产品加工品 这个计划得到了李建华的支持 他们一起努力 说服村民投资入股 加工厂建成后 生产的产品很快打开了市场 收入也逐渐增加 林小月和李建华的合作越发默契 感情也在日常的相处中逐渐升温 五 面对林小霞的挑战 林小霞发现自己的计划不如预期 便开始暗中破坏 她造谣诽谤 试图离见林小月和李建华 然而 林小月并不退缩 她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毅力 一次次破解了林小霞的阴谋 一次 林小霞买通了加工厂的一名员工 企图在产品中动手脚 林小月敏锐的察觉到问题 及时查出真相 并挽救了公司 赢得了村民们的更大信任 李建华对林小月更加坚定 两人的感情进一步升华 六 幸福的结局 最终 林小霞的阴谋被彻底揭穿 她失去了乡亲们的信任 也无法再继续破坏林小月的生活 林小月和李建华在村民们的祝福下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他们一起努力 将食品加工厂发展成为了全省知名的企业 不仅带动了村庄的经济发展 还改善了乡亲们的生活 林小月的智慧和努力 让她重新赢得了自己的人生 成为了真正的女主角 结语 林小月的故事告诉我们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即使面临再大的挑战 只要勇敢面对 智慧应对 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赢得属于自己的幸福 她的逆袭之路 充满了智慧和勇气 也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精彩的人生